台阶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民主党全代会在美国芝加哥登场 大会的第一天民主党阵营就精锐进出 为了向现任总统拜登致敬 贺锦丽也打破了提名人压轴在座会天出场的惯例 提前在今天就登台推崇拜登对国家的贡献 而第一千金跟第一夫人轮番上阵带领全场来向拜登致敬 而拜登在今天也是火力全开 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说精神抖擞 不只是强力批判川普 更呼吁全党团结 逆拼贺锦丽和华兹胜选 让全场气氛沸腾 而民主党也在大会前公布了新版的党纲 首次纳入对台六项保证 不过场外也不平静 挺拔示威团体突破了警方的人强 上言紧张对峙 民主党全代会当然主角贺锦丽 先来个摇滚巨星式的惊喜登台 打破惯例全代会第一天就开口 但短短三分钟不啰嗦 因为这一晚是拜登之夜 班畜藏了许久的高颜值低一千金 介绍总统暖男老爸 全场嘉宾做好了喷泪准备 看着拜登妇女台上相拥 又如催泪家庭剧 连拜登自己都拿出手帕 擦干双眼 全场高举标语 起立鼓掌之劲 长达四分钟 台上演讲的拜登 百分之百的专注 百分之两百的掏心掏肺 差达快一小时 不吃螺丝 左批川普又挺贺锦丽 更回顾任内政绩和生涯点滴 第一天就有多位 A卡站台的民主党全代会 受到支持者期待 但场外可不平静 挺拔团体突破维安人墙 部分示威者更进到场内 拉起布条 在全国目光下 展现一巴冲突 仍然是这次大雪的一大焦点 张立德兵议